那么疾控机构也是制定了一系列的消毒 就是入室消毒的一些规范和评价的规范 我们也制定了入室消毒的一个相关的流程 那么入室消毒作业如果按过程来说 我们一般把它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消毒前 消毒前社区工作人员是要与感染者及其家属 进行积极的沟通 争取他们对入室消毒作业的一个理解和配合 同时还要了解屋内是否有特别需要保护的这么一些需求 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广大的居民朋友 那么在周末消毒作业之前 能够主动的和消毒的作业人员告知他 这个屋内对有是否有对消毒剂敏感的物品 或者是需要特别保护的一些物品 那么便于消毒人员在作业时 制定一个有针对性的一个作业的操作的方法 那么这是第二是在消毒过程当中 专业队伍会严格按照标准规范开展作业 三是在消毒完成后 社区也会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公告和公示 那么这里还要有一个说明的 就是入户消毒是针对阳性感染者的家庭 那么但是有一个是例外的 就正如刚才小冬主任也在说的 就是对于老旧小区内存在除卫 何用的这个情况 那么按照上海市成片老旧小区 周末消毒的技术方案 如果阳性感染者与相邻的周边 共用厨房或者卫生间的 那么也要对其居住的 这个共用厨房卫生间的 这个住户的室内呢 也需要开展中卫消毒的工作 开展入户消毒工作呢 是整个疫情防控的一个重要的一环 那么在这里呢 我也要特别感谢感染者和家属 对消毒工作的一个配合和理解 我们也会在下阶段呢 不断的加强管理改进工作 谢谢 谢谢